陳鑑林議員第二次的,四分鐘 主席 我覺得在公務小組的時候一次又一次拉布 重複問一些問題 不單止浪費了議會的時間 也都是浪費了我們在座很多官員 他們那個寶貴時間 其實我們社會還有很多其他事務是要處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惜的 亦都是阻燃了香港發展的步伐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大家很關注的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 在議會上發表一些恐嚇性的言論 亦都是令人擔憂的 剛才張超雄議員說的 將兩地的法制、法治來恐嚇香港市民 來誣衊內地政府 這些言論呢 我覺得我們是必須要加以駁斥的 一地兩檢也好,一國兩制也好 這個不是對立的 我們並沒有說要一地兩檢 然後放棄一國兩制 政府也多次說過 一地兩檢必須符合一國兩制的 雖然內地現時的法治情況 是比起香港可能有些人的觀感是差一些的 但是大家又可以想一下 我們現在每年回內地的香港人 是數以億計次的 你想想 我們都不怕被內地的執法部門去執法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人都相信內地的法治 香港人呢 都是守法的 不管在香港我們守法 在內地一樣是守法的 你既然是守法 你是怕什麼執法呢 所以你在香港製造這些言論呢 我覺得對一地兩檢於是無保 對香港的發展也都於是無保 你以為 講這些說話 可以左燃香港的發展嗎 大家會相信你嗎 你自己身上戴著那張回鄉證 用來做什麼呢 你還承認自己是香港人呢 我相信 就算在外國居住生活 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回到香港 他都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他都會 回內地 去探親 去旅遊 甚至做生意 但是從來是不會 養種敵視的眼光呢 去看自己的身份 去看自己的國家的 即是張超雄議員 這些言論呢 我覺得 是要不得的 他都會在香港 然後再多點 去看自己的 好嗎 好嗎 謝謝